昨天洛杉矶一位博主说啊 当地一些留学生名媛打牌卵针 给留学生富二代怀孕 再要人家八位数 这种事啊真有 我是纽约律师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案子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他说的这个怀孕之后的下级 他们怎么变现收尾 还能全身而退 以此警示留学生入局 纽约这儿可不是留学生vs留学生 是ABC对留学生下手 他们对于法律呢非常了解 而且和老移民父母啊一起作局 怀孕的消息告诉留学生之后呢 如果留学生选择负责 那么就要结婚 就要彩礼 房子呢要放女生的名字 平时要雇保母照顾产妇 吃烟窝补身体 什么都要最好的就是了 等这孩子一生下来啊 女生就要离婚 傻眼了吧 因为这个时候离婚呢 孩子几乎一定会判给妈妈 这就以子为制了 要钱 这是合法的要 谈离婚吗 分家产吗 要个八百万不算敲诈 而且法律规定呢 谈判内容要保密 那有朋友说了 美国律师费也挺贵的呀 他们不嫌麻烦不怕打输了吗 离婚关税律师费 有钱的替没钱的出 人家老移民都是现金出入 税单上是没有收入的 纸面上的穷人 律师费呢就要由留学生出 之前顾保姆高生活标准 现在起作用了 离婚后也要保证妻子 过这样精致的生活 孩子21岁的抚养费 也要提高到这个标准 结婚买的房子 放人家名字 那都给你拿走 记住了啊 彩礼是人家个人财产 好 那如果当初就不同意结婚 不要这孩子行不行 不行 你不要人家要啊 给八位数就不生了 不然十个月后 还是要找你要21年抚养费 又回到法院了 在美国啊 逃得了税也逃不了抚养费 在未来的日子里 给你小孩穿个小鞋啊 你就给再掏钱 给质子改善一下生活 抖音